嘿 綠黨 綠黨那招候選人 大家借名字 有沒有人要把名字借國慶大哥選綠黨的啊 要候選人啊 有嗎? 好 沒有了 到時候完了 我想 就是最後 最後我想那一首詩送給大家 這是上個星期三 對 就是一個星期前 其實他之前在那個 在那個創世紀已經看過一次了 對 就是折現那一次有上的 那個創世紀那一次 那一次不小心 對啊 嚴重性推薦 應該是可以想說 可是我們在那個創世紀有發表過 後來就是為了詩集 然後那個逗點主板社 又把他丟到了一件福報劇的一首詩 叫《歲月順的》 那這首詩我想要送給大家 那這首詩在還沒念之前 我先跟大家講為什麼要講《歲月順》 就是我覺得我們的時代已經走到一種 它不是陌路 可是它是一種 嗯 不能已經我們沒有辦法 像我們想像中的自由那樣活下去 我們在很多的 在很多的奇怪的迫害之下 在很多奇怪無謂的固執之下 在很多奇怪的價值觀之下 在很多不需要的資料之下 很多不需要的資訊之下 我們在浪費我們所擁有的生命 雖然說不管怎麼樣都要耗掉 可是我覺得的確是一種浪費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我們生活可以更簡單 我們不需要為了農地的事情去抗爭 我們不需要為了要不要蓋核電廠 或是我們不需要為了藍魚人抗議而不困 我們可以好好的活 對 就是這首詩最原始的出發點 對 就是我在前面引了《道德經》的一句話 就是 甘吉時 美吉福 安吉居 樂吉俗 鄰國相忘 雞犬之聲相聞 明治老死不相亡 對 版本上如果插一表面 對不對 對 這個就是小火把援的意思 那我幫大家念這首詩 所以當然這一次新書發表的就是 最後尤其也搭檢核 歲月順流 夜中不再有眼淚 愛情架功後 就成基隆而順活的咖啡 旁邊可以沒有落日 而清晨彷彿一株清牙 清脈發芽的模樣 讓鳥能吃飽 讓蟲自行光頭作用 讓該下雨的日子下雨 讓城市避免撐傷 沒有選舉 沒有爭鬥必要 畫出不在地圖上的一個小小海島 那裡輕輕可以寫詩 天天不再費力 被人將昨日標示成今後的美好 那裡沒有失業 沒有產業補料 也無需鼓勵區域整合 或舉白抗議 搖一條綜厚的狗 過著不閱讀商業雜誌的日子 隔著喊 北極不在擔心熊絕種 亞馬遜仍繁衍著最大的森林 不患人滿亦無需大型空調 將地平線迷成一條慈想的眼 看著皮膚不再挑食 和風破拉丁香料 將彼此的思念 上傳到沒有限度的告訴網路 於是孩子不再害怕天黑 床下沒有魔鬼 讓終身不再害人 歲月往後蔓延 咀嚼一本書 並呼吸彼此不再褪色的熔顏 能聽一首歌不知道年代 挑一支做很沉的舞 讓該睡早的夢合上雙眼 讓悲光裡保持香甜 並讓能夠繼續的故事 鼓勵名言 謝謝大家 祝福你們 來 祝福 然後那個 因為紅牙只有 我一百五十分的苦打 那個 因為清真 清真 這樣 我本來放我那裡放八十分 那一兩天就三十分去了 我不知道是怎麼去了 所以說我現在其實這邊剩下二十幾本 然後國興大哥這邊還有十本 對 就是如果說要 要比較低價的買的話 看國興大哥怎麼開啊 對對對 那就是 要比較低價買 什麼得話甚至便 然後這本詩集 因為我承認就是其實我算自費出版 就是我自己有投資啊 然後 跟大家建議 不要去成品買它 因為成品很貴 這本書賣兩百六十塊 一百六十幾頁 兩百六十塊 那不天涼啊 太扯了你知道嗎 這種價格我自己都買不下去 不過成品一定會造實賣 懂我意思嗎 成品那種天態一定會造實賣 不要殺他去成品飛騙 要上網去那個 上網也不要去伯克蘭 伯克蘭好像打八五折 貴十欸你知道嗎 還要兩百四十幾塊 好像 好像 假裝假裝 好像那個金石堂 聽說如果會有的話 一百九十幾塊就有啦 對 比較便宜 對我有調查了一下 所以說如果大家 大家真的就是願意 願意 願意就是買回去看的話 對 上金石堂買比較好 或者是看大哥這邊怎麼開價 對對對 金石堂小秀 兩百四十塊一百塊一百塊 看你怎麼開 沒關係 兩百兩百啊 我們讓人喬 沒問題 我百塊百塊 沒問題 你的畫很好 你出百八 這就真的真的 就是如果前信長生師們 然後如果 就發生什麼 不是強迫行銷 拜託 如果大家不想要買就算了 對 那我很認真問 有沒有想要討論什麼 就是譬如說 這王八蛋在上面講的 都會廢話啊 然後 都是批評前輩啊 都不會檢討自己啊 然後那個年輕人氣嚴囂張啊 你那時候老師在信長 都在給罵信長老師啊 老師 老師 老師講話 老師講天啊 老師對罵 那應該要盪三次啊 對 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 有什麼事情想要討論 不一定是問題 有沒有什麼想要討論的 對 因為既然它是一個 座談會的形式 對 有沒有人想要 問什麼 對 然後 這裡面到底有幾個女朋友 好問題 好問題 女朋友 對啊 這裡面 這裡面 這裡面寫進去的是不是 對 裡面主要寫進去的應該 一個 一個衣軍嘛 就是我給他們放三那個 那架人的那個 蛤 那架人那個 那架人那個 那架人那個現在在信長啊 沒有捏 覺得我肥大娘耶 那架人啊 我也很合 三個娘 三個娘 那架人姓名 那架人在前面 雖說講得沒關係 那那架人就 你知道 那架人在前面說成 知道了 不行 這是 這是一定會被問的問題 那其他問題要討論 對 不是 所以寫詩的人都會誇 寫詩的人都會誇 寫詩的人都很誇 怎麼 你看 那陳一茲老師 不是 不是啦 沒有 有些老師也很專前 很像羅門老師 跟龍之老師的那個 對不對 就 然後像那個 像那個 周夢蝶老師 就是這一輩子都是非常的 對不對 然後雖然說 楊夢老師 一過婚就結婚 不是 對 就是不一定要看人啊 我承認我是王八蛋好不好 對對對 有沒有其他 國軍大哥 這答案很通話有 沒有啦 對 有沒有什麼 很意味得到 對對對 有沒有其他問題想要討論 對 就是無關於此也可以啊 對 當然應該不會有人做生家調查吧 對 對啊 其實我沒有想到我會講那麼快 我終於做到三點多才碎耶 哈哈 哈哈 完蛋了 我大部分都沒有做 因為我昨天打到有 我昨天打到有出版社 出版社說 喔沒有我難過你要自己負責 我說 靠你怎麼進來跟我講 哈哈哈哈 不是 怎麼這樣 好吧我只好自己自己把 因為我想好的事情就打一打 然後加上一些 對那個 對不對 那真的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問題嗎 來來來來 三選失色耶 神敗 不好意思 佔用你一點時間 好老師 因為我很高興說 在嘉義還有人解釋啊 我從高中到現在 就是幾年了 高中的時候 我辦過兩份刊物 第一份叫掛兩份刊 我相信沒有人會聽過 再來一個叫季風 這是個同時期 夏業大學 那時候叫夏業龍專 杜爺老師 杜爺老師 他指導的一個師聖 杜爺老師 叫做 叫做什麼 我是不知道這個師聖是什麼 因為這個師聖是叫 宣流 宣流 都不見了 另外還有一個 不是學校的 他自己創辦 叫三成失訊 早期用那個點印的 然後自己用印書機自己 好 好 那很康 對 另外還有一間叫掌握 掌握是這裡面的參員 有一些是老師 有些是消防隊員 有些是警察 那當我第一份的刊物刊 當天晚上 我是個高中生嘛 然後 我們辦一個開幕的 不是開幕也就是說 正式誕生的 把他從印刷上拿回來 都還來不及折 我就拿到線材 然後 當天很感動 你知道嗎 很多老師 很多前輩 從口袋 把錢掏出來 就放在桌上 就站住 你知道嗎 這是我年輕的時候的一段經歷 那到現在 我要再寫詩 但是 我以前寫詩的這些朋友都不見了 不見的不是死掉了 都是不寫的 都是不寫的 那我自己還在寫 那我也預計 今年到明年 這段時間 我會出一本書 但是 我要出的不是現代詩 是古典詩 但是我的古典詩 也不是真的古典詩 我是用現代詩去寫古典詩 現代詩很多需要用到異象的一些技巧 跟一些語言 我覺得說古典詩是屬古 那我用我現在的觀點 現在的語法 來寫古典詩 古典詩 像現在牆上這邊就有一部 這一部 叫做 送給 柏信的 叫做 蘭 我的題目叫做蘭 我用的語言非常的淺 大家不妨可以看看 那個字是我朋友寫的 他寫的字比較長 那我曾經為了這個 跟他吵過一次架 我說文字是為詩做服務的 他聽得很不如其 因為他本身是個書王家 他寫一部字就 就卷開就一萬二 他竟然說是來為我的詩做服務 可是後來他慢慢慢慢他也認同了 我的一些觀點 為什麼這麼講 文字它是個表達的工具 假如說他沒辦法表達 用心寫這首詩你寫 你看不懂 到底寫什麼東西 那我會覺得 好像我的心意 沒有辦法透過文字 就讓人家看到 事實上 不是透過文字 是透過你的書 讓人家看 看不清楚 那你剛剛一起強調說 是要讓人家看得懂 其實這個東西早在 武士運動是更早之前 最近我又在翻譯以前的書 以前那個季璇寫了一本 從多親到極致 他又提到這一個 因為早期他論戰已經打得太多太多了 那事實上每一派每一派各有各的論點 各有各的看法 可是我覺得這些很重要 也都不重要 那對我來講 詩就是要能夠打動人情 能夠表達你的情感 我一直在跟周遭跟我講說 人人都可以寫詩 鼓勵大家才寫詩 因為詩是一種表達的一種方式 只是你表達的有沒有人喜歡 那懂不懂 我個人覺得啦 懂當然很重要 但不是看得懂就是一首詩 現在很多人被人家批評說 那詩看不懂 我先生啊難懂啊不知道要寫什麼 當然是一個B端 寫的大家看得清楚看得明白 可是沒有詩的美感 那也不對 我個人的見解啦 所以我在嘗試從現在詩到古典詩 做一種實驗 古典詩它的美感在哪裡 它的格律有它的格律的美感 事實上能夠流傳至今的古典詩 都是很喜歡就是 用詩用句都很簡單 但是 讀過之後 我就忘了 那我自己檢驗我自己的詩 如果我寫完 我過一陣子就忘了 那我覺得射手詩 可能不是什麼好事 自己都記不住了 那有些事我在 某些情緒來的時候 我就會很自然而然的 脫口而出 我反而射手詩可以唸出來 我覺得射手詩可能還可以流傳千夫 至少可以流傳一陣子 找不到千古啦 那還有很有趣的事情是說 我到現在為止 有沒有正式去投稿 沒有正式去發展 更不要說去比賽 所以我剛剛看不錯 還得了很多獎 我自己從來沒有得過獎 我從來沒有得過獎 我從來沒有得過獎 那我自己在那邊寫 之前就寫一寫到處實在不見了 現在要找都找不到 那沒關係 我覺得我那時候記者的成是好事 記不成就是我不要 那 再一個就是說 怎麼講 我現在的工作 我現在的職業 我是在賣蔥油餅 在民國路 我可以很自好說 我們的蔥油餅很好吃 我可能說我的思想很好 要吃到會燙死 我帶蔥油餅 在民國路 公彩街交叉口 好 那我店裡面就有賣一些 一些作品 那剛剛你講到的 我的兒子 現在是東 東海大學大師 中文系 他當初讀中文系 也沒有中文的商量 他要直接讀 可是我覺得他沒有像我 這麼熱愛的解釋 我不曉得你為什麼要讀中文系 他只跟我說他喜歡閱讀 喜歡閱讀 人家閱讀就要讀中文系嘛 所以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然後一個事情 一個事情 那 像你剛剛所講到的 寫詩不等於工作 對不對 你喜歡就寫 有機會去發表嘛 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樣就很好嘛 所以說 比如說我寫了一首詩 我就能賺多少錢 事實上 我那時候想要寫一首詩 一直沒寫 我老師的題目都寫好了 通常我不會先講題目的 就是寫你的感情 然後再找一個適當的題目 那我那首詩 我一直想寫自己詩 叫做一首價值兩千萬的詩 有沒有這種東西 沒有 沒有贏一下 有沒有這種一首可以價值兩千萬的詩 事實上他的價值超多 為什麼是兩千嗎 一千三千 對這也是個問題 要順口嗎 就是說 事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我到現在為止碰到的 對我是欣賞的 就一個人 就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我欣賞他的書法 他欣賞我的詩 我們兩個做節目 我們明年六月 跟那個市政府申請好了 會在那邊辦一個展覽 他的書法我的詩 好了 我現在也在編書 每天晚上在編 我們那個書 我們也是 我們是要智慧 自己花錢 那我們的預算 可能會高達十萬塊以上 就是不計較一切的 不賣都沒關係 因為我一輩子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我要把我自己認為好的 不錯的作品 然後就這樣 那我要去買百天多人的充油餅 一三二十塊 然後改天 有機會 買我的充油餅 好 謝謝 然後做了一組 因為我小孩在鼓勵現在下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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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